左手肘关节疼,是怎么回事? 郝阳泉,主任医师 一般肘关节的疼痛在门诊上 你看它的主书和查体 我们需要精确的诊断 肘关节疼痛包括几种 比如说一种老手性的 就是病人说我也没有受伤 只是我突然觉得最近劳累一下 我的肘关节就开始疼了 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详细的查体 看看它的疼痛部位在哪里 一般的这种最潮见的 最多见的就是拱骨外科 外科部会有压痛 而且它还会我们就做一个特殊的检查 叫腕背身试验 叫密尔斯试验 做一个腕背身试验 结果也刺激到它疼痛加重 这时候我们可以初步判定 它就是一个我们经常说的叫网球轴 我们实际上它的学名就是 拱骨外上科研 当然这时候我们还需要最好的拍一个片子 排除一下局部有没有其他的病变 排除其他病变以后就可以判断 它就是一个拱骨外上科研 它就是由于我们手腕部的背身肌群的子典 在骨骨外上科附着受到了切拉以后 刺激引起疼痛 对于它的这个诊断 我们就需要仔细地问它的病情 查体再结合一些检查来确定 专家提示 1. 肘关节疼痛可能是劳损性的疼痛 需要做详细的查体 2. 患者可以做MIRS试验 建议拍片排除局部其他病变 3. 左手肘关节疼痛 可能为左手肱骨外上科研